那么另外在热水乡贺钢秀古卵阿美实验小学今天的开学典礼 特别请到了部落头目以传统捏耳朵的方式 不仅是为小一新生祝福 这学期学校七位新老师来报道 头目也一并的来捏耳朵 耳提面命一番 其免在疫情期间 传统语言以及文化的传承教育都不能松懈 除了小一新生及各年级学生之外 在新的学期赫钢秀古卵阿美实验小学 七位新任老师也和学生一样 在拉鲁马岸传统家屋前 一个一个接受部落头目 捏耳朵进行祝福与勉励 因为疫情停课不停学将近三个月之久 新学期开学 学校除了是做足防疫措施 也特别以阿美族传统仪式办理简单的开学典礼 石小成立第二年 部落头目与社区学生家长 看见学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成长 其勉学校再接再厉 有很大的一个效果 像舞蹈啊 像原住民的语言啊 都有成就啦 这是在我们这个赫钢国小 两起的一个学期 都有这样最大的一个功能 赫钢秀古卵阿美实验小学 迎接第二年 校长有可如表示 不仅学生人数有增加 现在也有不少家长也在询问入学事宜 另外这学期也重新聘认各专业领域的老师 强化并提升教学品质 课程的结束拉高 我们在今年呢 也让我们的课程的品质 能够更素养化 融入学生的学习策略 让我们孩子走入部落 让部落里面的生活进来我们的学校 这是第二年 我们即将要努力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 老师每周的一个研习 我们全部是让老师有填钓的能力 然后还有转化成课程的能力 停课不停学期间 学生学习成效不打折 不过在强调 实作与体验的文化课程教育上 就有些困难 校长有可如对此不讳言 但也同时积极以文化教育课程数位化的建制来突破 让未来孩童的学习以及民族文化教育不受限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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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石玉兰 瑞穗采访报道